這次阿龍開箱就來開箱分享咒術迴戰最強的兩人 五條五金瓶 看一下盒子的外觀 整體用藍色系的呈現 非常經典這個手勢 鶴 背面的話這些注意事項 另外一面是一個比較近的特寫 這個當然是高專時期的五條 非常的帥氣 點不是這個樣子 那當然這個系列它另外還有下游截 個人就沒有入手 不如說趕緊看內容 好那一袋包裝呢 一如以往的純粹 但是這個頭部有特別一個注意標語 這邊寫的話呢 就是因為他頭部這五條頭髮比較尖 所以他建議在包著這個氣泡紙的狀態下去做組裝 再把氣泡紙給移除 避免受傷 非常特別的一個景語 第一台沒什麼特別的 這一次是越南製造 腳部的話有做一個底部的保護 那可以看到他的身形雕刻 這衣服有那麼薄嗎 居然可以看到五條的腹肌 蠻屌的 再來這個經典的手勢 速式反轉刻的這個動作 既然這個標語都這麼說明 那我們就按照這個組裝方式 完成組裝好過程中呢 確實啊 但是他沒有那麼誇張 那麼尖 首先看到面相 真的非常帥氣 這個笑容 魅惑眾生 魅惑眾生 那這個細節呢 更是沒話講 本身眼鏡的話呢 已經是很細節了 他在處理上已經相當不錯了 以景品來講呢 真的非常非常不錯 可以看到六眼的呈現 非常的精緻 那不同的角度可以看一下 真的非常帥氣 從這個仰角看一下 再來看到頭髮的造型刻畫 這頭髮這一次的話呢 他其實算是顏色蠻深的 幾乎是沒有什麼白色 就是紫色的頭髮 那確實 如果在高光的拍攝之下 還是可以還原的 再來看到身體的刻畫 剛前面提到的肌肉線條 還有這個制服的鈕扣 左手插口袋的這個造型 這個手部的血管刻畫 背部的線條 還有皺摺 那可以看到下半身 還有這個衣服都有做 陰影漸層促離 讓我想到之前的一番賞 可以來到一會做個比對 還有一會 這邊跟之前一番賞相較之下 頭髮明顯這次顏色是偏紫色為主 看到衣服的呈現其實可以看出這次景品真的非常用心 他在這個塗裝陰影漸層處理上 真的不輸一番賞 這次一番賞膠感反而是比較重一點 這個景品的塗裝我覺得是沒話講的 看背部也有蠻明顯的差別在 當然大小規格就有蠻大落差的 這個擺在一起就很明顯 跟之前的泡面蓋系列一樣是高中時期 頭髮的顏色果然是一樣 這次真的紫色許多 我覺得這次的五條真的非常成功 他在細節刻畫還有還原度都非常高 再來就是他的塗裝真的有讓人驚艷到 總之也是必須入手 非常建議入手的一款五條 那今天開箱分享就到這邊 喜歡的朋友可以按個喜歡訂閱我的頻道 到這裡到 到這裡到